过年除了可以写创意春联之外 其实版画也是相当应景的方式 新谷国小陈一真老师 他就特别帮小朋友 事先制作了几款不同的版画图案 学生再加上自己的创意 成了独一无二的版画 这几款相当应景又讨喜的老虎图案版画 全都来自新谷国小陈一真老师的创意 他事先在大块的橡皮擦上面 刻好几款图案 让学生可以尝试版画 这个的话先画上图案 然后把它转印在橡皮擦上面 转印在橡皮擦上面 我们再用雕刻刀 把你所要的图案把它雕出来 最后我们就利用这个是硬台 专用硬台 因为它比较容易束干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浮起来图案的上面 线条的上面 我们利用硬台上色 这次不是用油墨 我们用硬台上色比较容易干 过去因为涂上墨水的关系 不但不容易干 而且还会有不小心沾染到的问题 今年改已沾上印泥再转印到红纸上 不但快干也方便操作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春年 所以纸张要拿零形的 然后就是脚对脚 四个脚对四个脚 然后压印的时候 用手掌心 上下左右 移动它 好拿起来 这样就是一张很可爱 属于自己的年画就做好了 学生选取自己喜欢的老虎图案 转印完成之后 再以毛笔为老虎画上自己发想的表情 就是一幅幅独一无二的虎年版画 记者沈正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